load 这个字只有一个母音 OA 我们发成O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load 那load 本身它可以当作极物动词 也可以当作不极物动词 它的中文意思我们翻成装载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to put something onto or into something larger usually so that it can be moved, transported or stored put something onto or into 我们在刚刚的那个单字里面 有用到这个片语 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东西的里面 那 onto就是上面的意思 把某个东西放在某另外一个更大的东西 something which is larger 比较大的 把它放在它的上面或里面 通常如此一来 so that如此一来 it can be moved 它就可以被移动 就可以被运输 就可以被存放 store这边当作动词 是存放的意思 那么我们中文就翻成装载 英文就念成load 好那讲例句之前 Indy要帮同学分辨一下两个字 一个就是road 那road相信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它的是道路 一个是r 记得在发音的时候 舌头要卷起来念成road 那l它是不卷舌的 我们就念成load 特别提醒同学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例句 Every morning the baker loads all the bread into the van and starts making his rounds Every morning 每天早上 the baker baker 指的就是面包师傅的意思 他就把什么东西呢 所有的面包loads into 把它放进 装载到他的van 这个van 指的就是所谓的 箱行车 英文就念成van and starts making his rounds make one's rounds 就是它是一个轮回 我们知道呢 round是一个圈圈 对不对 那make one's rounds 就开始呢 一个送面包的行程 跑一圈 就是make one's rounds ok它就开始呢 送面包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不极有动词的例句 dog workers hadn't finished loading so the half empty ship wasn't ready to leave the harbor yet dog workers 这个dog指的就是码头的意思 好那码头呢 同学呢 不要跟另外一个字混在一起 那个字呢 就是什么呢 好就是dog dog指的就是鸭子 一个念dog 一个念dog 一个是odder音 一个是odder音 好所以这个dog workers呢 指的就是码头工人 hadn't finished loading 他呢还没有把这件事 这个动作给完成 哪个动作呢 就是装载的动作 所以你们发现 这边load呢 虽然是当动名词 但是到后面并没有加任何的名词当授词 所以这边 它是一个不极有动词 再加上ring 好 马勒工人呢 还没有完成呢 把货装好 so the half empty 好 half empty 这是一个所谓的复合形容词 一半的空 好 就是说呢 这个船呢 只装了一半 half empty ship wasn't ready 好 他还没有准备好呢 要离开港口 harbor这个字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港口的意思 好 那load这个字呢 本身还可以当作可数名词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负重负荷 好 除此之外呢 它也可以翻译所谓的工作量 但是呢 常见的工作量 还有另外一个字 我们也可以在load的前面呢 加上work 那这个字就是我们常讲的工作量 所以呢 工作量 你也可以直接用load 也可以用workload OK 好 那在这边呢 Andy呢 跟同学呢 补充复习两个字 好 我们知道呢 load刚才呢 可以当作装载 对不对 那上网的同学 如果经常在网络上面 下载一些软体的话 那下载就是哪个字呢 好 我们在load的前面呢 加上一个down download 就是下载 那有下载 有没有上传 当然有啊 就是它相反之 就要upload upload 则就是电脑的上传 所以呢 一个是down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up 同学呢 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两个字呢 顺便复习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字的例句 With two more reindeer at the front Santa's sleigh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a heavier load 我们看这个例句 with表示有的意思 这是一个介细词 片语 用来修饰后面这个句子 好 那有了更多 这个more 就是更多的意思 reindeer 指的就是巡鹿的意思 我们知道呢 这个巡鹿 就是呢 传说中 圣诞老公公的 拉雪橇的动物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在前面 at the front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我们知道呢 这个雪橇呢 都是巡鹿呢 在前面拉着 后面的雪橇跑 所以呢 前面多了两只巡鹿呢 Santa's 圣诞老公公的 sleigh 指的就是雪橇 它雪橇呢 应该可以 能够 be able to 同学都知道了 对不对 它可以呢 在承载 a heavier load 这边的load 就当作名词 heavier 就是heavy的形容词 可以承载呢 更多的东西 好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load 动词 装载 名词 负重 负荷 工作量 tekn负荷 示范 柔 师 门 行